我們看看這一點 紫質跟中質能組成穩定的原子核結構 下面哪些選項是主要原因 我們知道這個原子核裡面 它可能有一些紫質 如果紫質跟紫質的話 它有排斥力 那為什麼的話 它這個原子核不會瓦解 最主要是它們之間有強作用力 而且強作用力的話 是吸引力 它的原因是什麼呢 從強作用力的觀點來看 這個中質跟紫質沒什麼區別 所以我們就統稱它叫做核子 原子核裡面的基本核子 從強作用力的觀點來看 這兩種核子是沒有什麼區別的 它們都會互相吸引 中質跟紫質它的區別 在弱作用力跟電磁力 它第一個電耳不一樣 第二個的話 這個中質它會經過β摔變變成紫質 從弱作用的觀點來看的話 這兩個核子才會不一樣 從強作用力的觀點來看 這兩個核子事實上是一樣的 下列哪些選項是主要原因的 A 它指紫和紫質間的電磁力 如果指紫跟紫質間的電磁力 它會互相排斥 而不會吸引在一起 所以A是錯的 B 直指和中指間的電磁力也是錯的 如果是看電磁力的話 它是沒有互相作用的 因為這個不帶電 這樣看C 直指和紫質間的強作用力 這個對 直指跟直指之間會吸引 那是因為強作用力的關係 這是對的 這樣看D 直指和中指間的強作用力 這個也對 如果它們之間沒有互相吸引力的話 中指就會溜掉 就會跑掉了 不會跟它們束縛在原子核裡面 這是對的 上看1 中指和中指間的強作用力 裡面可能也會有一些中指 它們之間也有吸引力 都是互相吸引的 這也是對的 也是強作用力 再來看F 中指和中指之間的弱中力 這個就不對了 所以的話 答案應該要選CD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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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 通過